哈喽我是你的小学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的产品是极具争议的品牌技嘉 它是全球首款DP2.1的QD OLED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技嘉FO32U2P采用了黑色的彩皮设计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miniDP转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Type-C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里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载卡紧面板本体 桌面框的设计颜值不错 不过最有人注意的是它硕大的V型底座 虽然产品设计感和一致性还不错 但在日常的使用和测试中 经常影响到鼠标的操作 这对于桌面比较紧凑的用户来说 是不太友好的 支架底部还有一个渐变的logo设计 使用了光参化工艺 在不同角度你会看到多种logo仰视 这个小设计可以点赞 接着我们来看背面 整体胭是小背包的设计 但设计的元素很丰富 小背包的顶部有一条RGB灯光 其采用了3D激光技术 使灯光效果有强烈的空间纵身感 不局限于平面闪烁 中间还有超级雕的发光logo 在接口的上方有一条微笑弧线 同样支持RGB灯效 效果不错 这家滑轨做了一圈金色线边 滑轨上设有超级雕的印花 理线夹为可拆系式的独立配件 这家内侧独立开孔 使得理线夹可以上下滑动调节高度 这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身价 抚养 水平旋转和90度的垂直旋转 调色阻力感相对一般 有优化的空间 整体技嘉3212P的外观设计 还是有很多巧思的 RGB灯光设计效果也算比较新颖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两个满速80GDP接口 其中一个是miniDP形态 一个DP1.4ALT接口 两个满速48GHDMI接口 一个65W全功能Types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两个USB下行接口 一个麦克风接口和一个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丰富度非常出色 值得点赞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技嘉旗舰OLED显示的效果 开机会出现超级雕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整体观感非常通透 色彩艳丽 红色和绿色会有轻微的过保和现象 通过一切测试 它达到了146%的SHB容积 PPI为138 最新一代的QD OLED优化了质体的毛刺感 但依然还有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的RGB纸像素依然是品质型 对比前两代QD OLED的面板 蓝色像素缩减的更小 20菜单方面 整体UI设计不错 操作的方式是两个独立按键 和一个五项摇杆按键 左侧独立按键为KVM快速切换功能 在双输入源情况下 能快速从A元切换到B元 键盘鼠标会跟随显示画面 切换对应的控制 而当用户使用PPP PIP分屏显示 这颗快接键切换会带有红框提醒 设计不错 右侧快接键官方称为战术开关 出场默认为显示比例切换功能 按下后会切换为24.5英寸显示模式 同时有趣的是 这颗按键可以玩家自定义功能 中间五项摇摇按键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操作形式 它是调用整机设置的基础按键 上述是好的部分 在实际的使用中 技嘉的菜单功能布局比较混乱 初次使用 用户会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需要多熟悉其操作逻辑 但整体OSD我还是会给它好评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首先是摄温 出场默认为6300K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预设模式下的摄温 阅度模式最暖4865K 模板和RPG模式最冷为8174K 摄域空间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SRGB P3 Adobe RGB三种摄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RGB摄域覆盖96.8% 平均摄准0.8% 最大摄差2.65% P3摄域覆盖率为96.9% 平均摄准0.48% 最大摄差2.35% Adobe RGB摄域覆盖为93.1% 平均摄差1.3% 最大摄差3.38% 整体数据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但SRGB和P3两种摄域空间的红色 出现了轻微的过度缩线 再来看亮度数据 接下FO32是我们测试过 SDR亮度最高的桌面OLED显示器 在菜单中的OLED维护中 有一个亮度稳定选项 提供了低中高三个档位调节 先来说一下离谱的高档位 1%的APL窗口 亮度和HDR齐频948L 5%的窗口可以达到812L 持续增大ABL窗口 全屏亮度为234L 这个模式意味着 几乎可以无视SDR的存在 所有的场景都可以通用 当然SDR有如此高的亮度 稍频的风险指数将会上升 中档位1%到25%的APL窗口 维持420L 版本的窗口再维持240L 低档位在关闭的ABL机制 所有的窗口都停留在230L左右 接下来一共设置了5种模式 SDR游戏模式为最高 在3%的窗口下达到了950L 其次是SDR亮彩模式947L 余下三种模式 峰值亮度都在400L左右 这应该执行的是 Display SDR 2 Black 400标准 亮度和色度均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绿色区域在200L到25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3.96% 这个表现从数值来看并不高 但如果横向对比其他OLED机型 这个表现属于是最差的一档 前往到色温模式 中间蓝色区为6100K左右 边缘绿色区6200K以上 整体全屏色温浮动小 较为均匀表现不错 切用到全屏黑上 由于OLED的特性 它是不发光的状态 理论上它拥有无线的对比度 但由于屏幕表面存在着反射 我们测试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相比老款34英寸三星OLEDG8 提升明显 和目前一种采用第三代QDOLED 面板的机型基本一致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可视角度 达到了50度左右 热眼观测 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现象 整体表现非常出色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PWM调光 在250L的白点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8.32% 同时我们测试它颗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曲线和我们之前测试的QDOLED 是差不多的 实际测试 手动最低亮度为20L 此时SVM值最高为0.139 远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峰占453纳米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1.33%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首先是DP接口 它配备了满速80G的规格 HTML21同样也是满速48G的带宽 连接PC 方便可以制造4K 240Hz 10bit和12bit的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可以制造4K 48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VR HDR和自动低延迟技术 麦克端同样可以制造48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VR HDR和H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默认标准模式下 1080P120Hz的信号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60Hz 信号输入延迟为12毫秒 接着我们来看它HDR的表现 首先是UOTF曲线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5种HDR模式 并且调校具备针对性 HDR显示模式遵循在Trip Black 400标准 在这个模式中 基本完全提合了标准的PQ HDR亮彩和游戏模式 0-60的灰阶做提亮 从60的灰阶之后 全程做滚降 HDR电影模式 0-40灰阶 贴合标准PQ曲线 从40灰阶开始 大幅度压缩处理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式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模式下 只有HDR显示模式的 太阳核心亮度超过了400L HDR亮彩和游戏 这两种峰值亮度最高的模式 在这个场景下只有350L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HDR亮彩模式可以达到735L 新模式687L 电影模式令人惊讶 只有288L 这个表现与其奇怪的UTF曲线相对应 我们不太理解电影模式为何如此调教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整体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现象 在天空等渐变的场景中 也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 说完观影方面 我们来看GiCDR游戏实际 在OLED最为头疼的暗部细节上 G家FO32U2P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在SARS-2 大面积黑场仍然可以保留大量的细节 但高光只能说够用 达不到经验的表现 大面积白场画面 G家最大程度降低ABL机制带来的影响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它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这个状态下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接响应方面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接速度达到了0.332毫秒 属于OLED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平均过冲0.2% 最大过冲2.61% 运动显然时间的测试 在最高的刷新率下 BT为3.345毫秒 旁边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第25名 实际在UF5运动轻易测试中 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 UF5本体的清晰度也很优秀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也在数据天体榜的表现 拆开小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驱动板 内部采用了堆叠设计 主控IC有金属漆片 用于辅助散热 拆掉散热片 我们可以看到 主控IC还有一层金属顶盖 核心芯片为锐域的 顶级旗舰RTD2739 与光魂无双战神为同款 这是满速80GBDP2.1和满速HDMI2.1 性能极为强劲 在主控IC上方 还可锐域的ALC1322音频芯芯片 右侧则为IT18295 用于机器背面的RGB灯效 音频接口上方有一颗ES9280 提供音频输入输出 PA3DPX则用于Type-C多功能集成芯片 支持DP-OUT USB 3.0传输 旁边的锐域RTS5450M 提供Type-C65W PD供电 和USB HUB数据传输 继续向下拆解 可以看到一个大面积的CNC铝板 辅助底部的T-COM芯片 和上方的驱动板经营散热 拆开铝板 我们就可以看到T-COM 主控IC为三星Display 两侧分别有闪存和内存颗粒 接着我们来看面板 形容为QMB315AA01 这是一块31.5英寸 4K分辨率240核子刷新的 顶级QDO来的面板 支持原生10笔头射程 99%的DCIP3 面板通过了Display HDR2 Black 400认证 0.03毫米的灰阶响应 整体中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物料 做工和散热都很不错 值得点赞 接着我们来看 机家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桌标计算 它达到146%的SGB容积 色域天天板排名第40名 SDR亮度方面 它的最高亮度为948L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名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1%的白点结果 并不是全屏 HDR亮度方面 实测为950L HDR亮度天地板排名第38名 近代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限的对比度 亮度均度方面 在说工的白点测下 最大差值为9.29% 以此成绩排名 它排在天地板的第72名 最后我们来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一切实测 平均灰阶达到了0.332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板排名第21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 在240Hz刷新量 BT为3.34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板跌25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区人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PayPal的4K240Hz QD OLED面板 照度对比度有提升 原生支持10bit的射程 支持硬件低难光 灰阶响应速度 运动轻度表现都很优秀 2.SRGB和P3模式下的射域射准 在同级别属于是领先的水平 3.GJ的SDL模式 解锁了最高的950L亮度 与HDL模式亮度相当 同时暗部细节还原完整 HDL模式还开放了亮度和暗部增强功能调节 4.做工用料丰富且豪华 配备得满数80GB的DP2.1和48GB的HDMI21 顶级的RTD2739芯片 提抗的散热热也非常优秀 接着我们来说缺点 1.HR观影优化不够 实测和实际观看 实景的峰值亮度偏低 2.亮度均匀度 在同级别的OLED中 属于是垫底的水平 3.QD OLED通变 黑草会受到环境光的影响 导致对比度下降 好了各位 以上就我们关于技嘉FO32的 全部的设计报告 大家用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上电话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